有一次赵本山对关婷娜说道,小关,以后你就是我的老伴。关婷娜听后,瞬间就蒙圈了,师父,咱俩之间可相差26岁呢?赵本山却说道,没事,咱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此话一出,真是把关婷娜挤下坏了。 提起关婷娜,大家可能有所不知,她在乡村爱情系列中饰演杨小燕,也就是赵本山的媳妇。关婷娜和赵本山的相识很意外,因为她在出演乡村爱情前并不是一名演员,而是一名化妆师,专门在剧组里给演员化妆。 当时赵本山正在筹拍马大帅,所有的演员都已经选定马上就要开拍,可其中有一位演员临时请假,让剧组开了天窗,赵本山又气又急,必须马上找演员顶上。 赵本山在现场巡视了一圈,一眼就看中了关婷娜,虽说关婷娜不是科班出身,但演的却出乎意料的好,这也就是为什么让赵本山记忆深刻的原因。 之后赵本山又筹拍乡村爱情,就想到了关婷娜,就把关婷娜叫到了办公室里,说了开头的那一番话,可这些话让关婷娜大惊失色,当赵本山反映过未来的时候,关婷娜解释道, 我说的老伴不是现实生活中的老伴,是戏里面的老伴,关婷娜这才松了一口气,之后关婷娜凭借这一角色迅速走红,成为了赵本山的御用媳妇, 从化妆师到御用媳妇,关婷娜被赵本山捧了17年,一方面离不开赵本山的慧眼诗珠,另一方面更离不开关婷娜的努力,对此你怎么看呢?